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一个网红款的40瓦双口充电器 咱们测试部分的内容早就已经发出来了 还没有看这个充电器测试视频的 在咱们主页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内部用料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一期拆开就知道了 这个充电头的文波虽然它没有超国标 但是它的温度的话 满功率测试 核心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8度啊 不介意这些温度的 不介意这个高文波的 也可以买来做个备用 适合OPO家的用户啊 因为它有WALK协议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充电器给它拆开 看一下内部的用料 这些充电器 它都是一次性封装的东西 一拆了过后就无法还原了 拆解有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 沿着这个缝隙把它切开 切得差不多了 翘膀一翘就把它撬开了 这个充电器的220伏连接方式 两个卡扣 把这个灵火线卡在板子上面 这里是灵火线的触点 里面的胶全部都灌满了 这个共膜电感和这个螺丝 这个地方挨得有点紧了 我们用翘膀从这里 可以把这个主板给它顶出来 这个胶灌的确实挺多的 这内部全部都是散热胶 这就是内部的主板 这是我第一次猜到 这种风格的主板 我有点怀疑 设计这个充电器的工程师 有可能是一个HIFI发烧友 这个以前玩HIFI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种风格的板子 板子上面的走线 非常的清晰明了 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芯片旁边的走线 如果这个充电器 把这个体积稍微做大一点 把文波压制下来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充电器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个充电器拆解开 我要说它是三载货 这个确实有点不客观 毕竟这个充电器里面的芯片 还是出自正规的厂家吧 它内部的电路架构 采用的是 EMI加QR加SR加协议控制 双口输出的模式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了 首先是EMI电路 先看输入端 保险师是深圳蓝宝安科电子的 规格3.15安 250伏慢容型 蓝宝安科 2008年成立 主因保险师温空器 应对电流冲击 超过3.15安 就会熔断 保护后面的电路 接着是共模电坎一颗 专门滤除 输入端的共模高频噪声 减少电池干扰传到后面 整流桥 是贴片的 四印 ABS210 厂家不清楚 可能是小厂货 耐压1000伏 电流2安 把交流电整成 麦动直流电 高压滤波 有两颗 规格22微法 400伏电解电容 深圳奥凯普电容出品 2006年成立 主因电解电容 这两颗并联 负责把麦动直流运频 减少电压波动 然后就是QR 准协证开关电源部分 核心是主控芯片 云加半导体的 氮化夹和风芯片 四印CGC01001 云加2019年成立 主因氮化夹器件 新公司官网没有资料 这个芯片集成了淡化夹开关管 和嘴结症QR控制器 这种封装 效率高 损耗低 旁边 配来个RCD 尖锋吸收电路 由电阻 电容 和二级管 组成 吸收开关瞬间的 高压尖锋 保护主控 不被击穿 变压器是能量转换的阻力 看这个磁心尺寸不大 但支持40瓦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负责初次级的隔离 安全反馈隔离电路部分 反馈 靠光电偶合器 福建天电光电的TD-1019 2003年成立 主营光偶和LED芯片 这个光偶监测 刺激电压变化 通过光信号 传到初级 调整PWM占控比 还稳定电压输出 隔离 还有颗1100P法 400伏安规外电容 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 2010年成立 主营陶瓷安规电容 容量1100P法 绿除高频干扰 赖压400伏 符合安规标准 防止初次级串扰 再就是SR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次级整流 用云家的CGC05005 一体封装控制器 跟QR主控同门 云家半导体官网 没有资料 这个芯片 集成同步整流摩斯管 和控制逻辑 导通审号 比萧特级二级管低 滤波是一颗 820V法 25V的固态电容 厂家不明 滤掉次级电压纹波 保证输出平滑 然后就是 协议控制输出电路 协议芯片 4E型号 21B1定制款 查不到厂家 这个芯片的充电兼容性 大家看我前面的测试视频 就知道了 VBuds开管管两颗 深圳冠语半导体的 KS3318 2015年成立 主因MOS管 N各道设计 蜡压30V 最大漏极电流 30A 内部导主 16毫哦 这两个NMOS 分别控制A口和C口的通断 电流采样电阻 A口是用的这一颗 10R20 C口则是用的这一颗 R2005 这个是两个充电口的内部的细节 大家看一下舌片的细节 做工也就那样啊 C口外部的钢片是吸磁的 A口外部的钢片也是吸磁的 壳底上面没有看到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 这一块是电路中用来隔离初次级用的一个麦拉片 折叠插角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 黄片部分为吸磁的材料 这个40瓦网红款单化价充电器 数据和内部都摆出来了 还是总结一下吧 测试表现协议上挺花哨 支持苹果快充和OPPO的SVOK没问题 但是华为的66瓦SCP实测20瓦左右 兼容性有一点点虚 文波100多毫浮 在国标200毫浮范围之内算合格 但不惊艳 网红吹的天花乱坠 实际也就中规中矩 内部用料PCB做工还行 主控是云加半导体的和风淡化价芯片 刺激整流也是云加和风芯片 协议芯片定制款 元器件小厂货居多 像冠语的KS3318开关管 奥开普的电解电容 性能是够用 但是品控和寿命咱们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说 这个充电器适合苹果OPPO用户 前提是你不介意100多的文波 耐用性的话还是得打个问号 网红带货销量高 我测试出来和拆解出来的数据摆在这 大家自己掂量值不值吧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